欢迎收看今集的任我行 今集会带大家来到南田区 一个比较处于边缘位置的车站 广田村 广田村位于南田半山区碧运道 在1992年落成 有四座楼宇 附近是居屋康柏院和康瑞院 是南田半山区人口较密集的地方 位置同样远离田路 居民有接驳交通的需求 广田村的车站 有六条平衡式的后车月台 四条比巴士 两条比兆巴 主力服务居民前往九龙角区 车站的设施有行人辅助线 和市场的街砖 还有座椅 轮椅的上车区 水泥建造的后车厅 站长室和休息室 交通方面有14号B巴士前往牛头角 而朝早就有14号D巴士 经瘦柏平前往彩虹 方便学生上学 而朝早和黄昏时间 就有15号X巴士前往鸿坑站 而朝早就有一条215P线 经游堂前往九龙站 而这一个月台就有16M线作为中途站 接载居民前往游堂站 而这里也是以15X线巴士的重站 经蒂德隧道东九龙走廊前往九龙站 是南田居民前往尖沙咀区的主要交通工具 想去九龙湾九龙城 旺角一带 就有16号线巴士前往旺角 柏景湾 而繁忙时间就有16号X的特快班次 经观塘妖道前往旺角柏景湾 小巴方面要去观塘妖民坊一带 就有63号线 而凌晨就有62S小巴前往尖沙咀开房道 如果要去联合医院和寿谋平一带 就有76号A小巴 上任特首曾经提议 要在巴士总站起供应房屋 舒缓公屋轮口查的压力 广田村的车站 也是其中一个选中的地方 但是香港这么多空置的用地 为什么不优先效率先呢 住屋需求是否只有填海 收地就可以解决得到呢 今集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记得订阅我们呀